大家好,我是阿雅 吃完晚饭,我又开始准备明天的早餐了 今天买了一小块肉,把点饺子冷冻起来 早上直接拿出来加热就省事多了 今天是猪肉小葱馅的 加上生抽老抽盐调味 不需要加过多的调味料 加上点热油,搅拌均匀就行了 这个馅儿包饺子包馄饨都可以 买点饺子皮或者馄饨皮 一小会儿就包完了 好几天的早餐就都准备出来了 第二天准备吃了饺子冷藏就可以了 早上在平底锅里煎一下 又简单又好吃 再煎三颗鸡蛋 我最近控制体重 早上喝一杯带餐粥 再来一颗煎蛋就够了 这会儿饺子也熟了 外俗里嫩 孩子每次都吃得很满足 你也可以试试包点饺子或者馄饨 当做早餐 孩子很爱吃 尤其是头天晚上做好 放到冰箱里冷冻 简单又省事 好